上回说道,在李治和午后夫妻共同的努力下,终于铲除了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一道,取得了不折不靠的全面胜利。 然而还没等高宗李治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时,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降临到了他的身上。 显清五年十月,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的一年后,他就病了。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,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,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。 所谓风疾,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,属于心脑血管疾病,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。 高祖李燕和太宗李世民,就是死于这个风疾。 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,这个可怕的遗传病,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, 机二连散的附着在一个又一个的李唐皇帝身上。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,基本上无法根治,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, 而且病人还不能过度劳累,必须要常年尽心调养。 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,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,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 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,他一发病,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, 由于脑部的气血与死压迫到了视觉神经, 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,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。 发病的这一年,李治才33岁,这本来正是经历旺盛的年龄。 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,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30岁。 李治为此大为苦恼,可是万般无奈。 每当百官奏势的时候, 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, 协助他裁决政务。 就这样,宁之手就把刚刚正为中共的妩媚, 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。 武后天性聪颖,反应敏捷, 再加上身后的文实素养, 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。 这一切都是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, 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。 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也非常满意。 从此,武后也开始顺理成章地, 与李治分向帝国的最高权力。 这一年,武后三十七岁,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。 对于武妹这种女人来说, 尤其如此。 随着皇后武妹开始正式干预朝政, 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, 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。 他发现, 这个功于全谋精力充沛的皇后,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, 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, 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。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愉, 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交四七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。 更让李治感到不满的是, 就连武后的一个鹰犬也敢挑战他的权威, 无视他的存在。 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, 李治感觉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。 满朝文武和宅相们, 基本上也都对他俯首提尔为命是从。 可唯独有一个人却对他爱搭不理, 这个人就是李义父。 众所周知, 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过程中, 这个李义父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, 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。 事后李治夫妇也投桃暴力, 夹封李义父做了中书侍郎, 同中书门下三品, 让他实现了从正五品到正三品的超级飞誉。 显庆元年, 李义父又兼任太子又数子, 禁绝广平献猴。 一见寒门书生, 直接蜕变成了天子门人和朝廷大员, 这也让李义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爆发户, 所以接下来, 他的所作所为也就可以理解了。 自从李义父当上宰相以来, 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,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, 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。 一个叫劣迹斑斑, 一个叫天怒人怨。 显庆元年秋天, 李义父刚刚升官, 就爆出了一个特大丑闻。 当时大理寺的监狱里, 关押了一个女囚犯, 名叫纯语氏, 此女的容貌和气质俱佳。 李义父听说之后, 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, 当即决定把他搞到手。 为了得到纯语氏, 李义父便给主管此事的大理四成毕正义地了个条子, 让他制造伪证, 帮纯语洗脱罪名, 不料大理清段宝玄翻阅卷宗的时候, 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, 立刻就将他逮捕, 并将此案上走天子。 就在此时, 李义父做了一件蠢事, 他逼迫毕正义自杀了, 他以为杀了当事人, 就可以掩埋这件事。 然而纯语氏就住在你李义父的豪宅里, 这件事情又该如何解释呢? 说白了, 专案组都不用调查, 就可以认定李义父是此事的主谋, 现在又摊上了逼杀官员的罪名, 确实要严惩。 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, 这个李义父还要充当政治斗争的急先锋, 所以高宗李之野就睁一只眼逼一只眼, 命大理四草草杰拉案。 然而事业是王义芳却看不下去了, 在一次朝会上, 他控告李义父身为宰相, 却杀害大理四成, 应该严厉致罪。 事与时虽然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, 却可以弹劾任何看不顺眼的官员, 而且与时弹劾的时候, 被告还需要离开现场。 所以当李义父指责王义芳血口喷人时, 王义芳只回答了一句, 按照规矩, 你应该避嫌滚出去。 在王义芳连续三次呵斥之后, 李义芳这才红着脸离开。 接下来, 王义芳便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弹劾, 罪状是确凿的, 行为也是恶劣的, 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, 李义芳这次应该难逃一死了。 然而李芝却以王义芳出言不许, 侮辱朝廷宰相为由, 把王义芳贬为了莱州私户。 事实上, 王义芳弹劾的理由没错, 可弹劾的时间却错了。 为了对付长孙无忌, 李芝需要拉拢各路的牛鬼蛇神, 像李义芳这样的奸臣, 最适合对付长孙一党了, 属于珍惜保护大臣, 所以他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惩罚, 反而还升官了, 险清二年春, 李义芳又被着身为中书令, 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。 李义芳仗着自己位高权重, 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, 于是越发有恃无恐, 不但大肆贪污受贿, 卖官欲绝, 而且连他的母亲、 妻子、 儿子、 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。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, 自认为资格比李义芳老, 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, 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, 而李义芳仗着地后宠信, 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中。 双方由此结怨, 到了险清三年十月, 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事, 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芳, 暗中搜罗他的罪证, 而李义芳所幸, 恶人先告状, 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了, 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就公开对峙, 拼命接对方的冲疤。 高宗听来听去, 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, 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友, 将二人各打武师大板, 变杜正伦为横州刺事, 变李义芳为浦州刺事。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, 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, 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, 但不难发现, 李义芳被贬的真正原因, 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, 而是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, 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几, 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载物, 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, 败坏朝纲的李义芳了。 对于高宗兔四狗碰的真实动机, 李义芳当然比谁都清楚, 所以他从此便对高宗恨之入骨,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, 午后并没有抛弃他。 李义芳被贬到浦州后, 皇后仁隔三差五的派人前来慰问, 并且向他暗示, 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。 果不其然, 显庆四年八月, 也就是长孙无忌在浅州自义的几天后, 李义芳就堂而皇之地回来了, 而且一回朝, 就担任了吏部尚书, 同中书门下三聘。 李义芳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铃, 从此愈发忠心耿耿, 发誓愿为皇后笑死。 当然, 他如今只为皇后一个人笑死了, 因为高宗李智已经不在他的笑中之列了。 在他看来, 从今往后只要死死地抱住皇后大胆, 就能全力永辜富贵长宝。 而此番回朝, 更让他喜出望外的事。 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的人事大权。 对于一项以卖官欲绝为脸才之道的李义芳来说,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? 所以李义芳一回到长安, 他的李氏专卖店就要重新开张了, 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, 明码标价同走无期。 一时间, 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屈腹, 李义芳的生意也比以前更为红红。 据说, 李义芳为了抬高家族的地位, 还在李渊祖父李义芳的陵墓旁边, 找了个风水宝地。 由于工程巨大, 周边八个县的县令都加入到了此项工程之中, 甚至有县令因为过度劳累, 当场暴毙。 牧城之后, 朝廷王公以下的贵族纷纷送上了祝福, 千粉的荡天, 败籍的人更是若意不绝, 场面之宏大, 堪比皇家葬礼。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中。 本来李义芳在皇后的庇佑之下, 大摇大摆地回朝父下, 就已经让天子李治很不爽了。 如今这该死的李义芳又恶习不改, 重操旧业, 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, 在那里公然兜售观影无杀, 怎能不让李治一愤填应? 可愤怒归愤怒, 李义芳毕竟是皇后的人, 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她, 只是希望她能收敛一点。 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, 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芳找来谈话, 和颜悦似的说道, 朕听说, 你儿子和女婿都干了不少非法的事, 朕以前都为你们掩饰了, 可如今你也该教育教育他们了。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, 给李义芳留足了面子, 可李治断然没有想到, 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芳, 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。 李义芳当场勃然变色, 脸红脖子促的说道, 这是谁告诉陛下的。 高宗一听, 立刻也火了, 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, 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。 李义芳一脸阴沉, 伴上无语。 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, 彻底激怒了天子, 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利和富贵。 李义芳瞥了一眼天子, 唇边略过一抹冷笑, 突然转过身, 连生屁都没放, 就扬长而去了。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, 李义芳非但一点都不认错, 反而还跟天子翻脸, 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,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? 这是伍尼犯上大逆不道。 看着李义芳傲然而却的背影, 李之顿觉鞋往上了。 李义芳之所以这么嚣张, 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, 就在这一刻, 李之下定了收拾李义芳的决心。 不仅是因为他伍尼犯上, 更因为他是午后的一颗棋子。 不拿掉这颗棋子, 李之就无法震慑皇后, 不震慑皇后, 李之就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威胁。 所以, 李义芳的末日到了, 龙术三年木春, 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芳动手的时候, 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, 忽然告诉李义芳, 你的豪华大别墅正被一股不祥之气笼罩, 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。 应该说, 这个杏度的术士,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, 因为他对李义芳的预测确实很准。 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, 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阳戒之法, 非但于是无补, 反而加速了李义芳的灭亡。 杜元纪对李义芳说道, 你应该在宅中积彩二千万, 才能化解这场灾难。 李义芳对此深信不疑, 为了筹集巨款, 李义芳发出家族通知, 要求李义芳上下齐心协力买官买官。 很快, 他儿子李今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, 其中一个竟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颖。 李今以七十万的价格, 把一个丝巾间的官职卖给了长孙颖。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, 就已经让高宗李智很愤怒了, 可如今他们竟然敢把无杀, 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。 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, 死有余孤了。 龙术三年四月, 李智下令将李义芳逮捕下狱, 并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进行审讯, 审理的结果肯定是证据确凿, 李义芳罪无可恕。 李智随即下诏, 流放李义芳于西州, 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亭州。 恶挂满营的李义芳一垮台, 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款。 三年后, 天子李智风扇泰山, 下诏大赦天下, 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。 而李义芳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, 他因此忧愤成疾, 在连锁一并而亡。 多年之后, 武则天职掌权力, 念及李义芳的功劳, 追封他为扬州大都督, 算是为他翻了案。 这也说明, 在武则天的心里, 一直拿李义芳当自己人。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的, 拿掉了李义芳这颗棋子, 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, 却丝毫没有解除。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, 高宗的健康状况就始终不见改善, 所以武后肝症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, 而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。 高宗理智无不悲哀地发现, 当年那个屈身忍辱的武妹早已不复存在,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, 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。 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她, 反而还一步一步架空了她, 与此同时, 皇后妩媚对李智的不满, 也是一天比一天更深。 高宗的愤怒是因为自己的天子之权被妻子窃绝, 而武后的不满, 则是因为自己老公的心被别的女人偷走了。 更令武后气愤的是, 偷走自己丈夫心的人, 她还不能轻易处罚, 各位兄台猜猜这个女人是谁。